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质询议程4号进入第二天 由市民代表肖明龙、谢豪杰、江如玲、黄达翔等四位代表 分别就针对了原住民相关业务以及市场环境、市政规划、用入品质等等的议题 向市公所提出多项建言 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质询议程4号进入第二天 首先登场的市民代表肖明龙也接续着前一天质询内容 向公所团队提出建言 有关这一次的执行 我的重点是在于言明会的业务 有关我们聚会所目前的进度 那目前进度有关七宝干 还有耿内部落 还有老苏丹部落的进度一直在进行 而且是超前的进行 非常感谢市公所的努力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关我们基本设施维止费的问题 因为基本设施维止费从91年开始 拨到我们花莲市公所是1165万 在这几年以来一直没有增加 因为物价的波动 我建议应该要增加了 随着物价波动来增加 这个基本设施维止费 我建议应该要至少在150万 合拨到我们花莲市公所 顺民代表谢豪杰则是相当关心市政的后续规划 并且提出了自我观点 那其实豪杰在这短时间任内 我自己也努力的推动 比如说永吉桥 永吉桥的双边的护栏 然后以及农兵桥的推动 还有我们金华桥的努力的推动 以及国心里内道路的修缮跟改善 那也谢谢公所这么大力的支持 其实乡亭让这些都能够逐一慢慢的进行完成 那至于农兵桥 那客长也有讲说预计 预计在今年的9月会完成 那当然我觉得从田市长到卫市长将延续的期间是不间断的 那这都是立下一个非常良好的典范 那我相信在未来如果说有 这些不断持续在一起在推动的工程 或是说施政的理念跟方向 我相信都会一直延续下去 那我也相信这个良善的循环 就是要不断的一直延续下去 这样才会让花莲更好 大家都是共同争取 让花莲乡亲争取最大的福祉 而顺民代表姜如玲 则是针对市场环境及用路安全 向公所提出改善 历届来的市长很少 几乎都没有人带着碳上去 县外观摩 我想要了解说 市长对于县外观摩回来的感想 他如何在各市场做基础的建设 让所有摊商能够做得更好 还有让整个市场能够更明亮更整洁 让所有的市民进去采买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采买的安心 而且进去有感觉是一个观光市场 那再来就是针对我们组织头的人行道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建设客能够 极力的去向上面争取经费 来改善我们组织头中原路 那一个人行步道的整治的工程 因为民众的陈情反映说 那一条路常常就是因为 人行道上面种了很多树木 而且它延伸出来 让所有的人行道全部都没有办法走了 常常有时候早上天色分岸的时候 走那一条会铺铺铺铺铺就是造成他们危险 所以陈情了好几次了 而市民代表黄达翔正是针对校园周边及多处道路品质 提出建言 那针对我们这次工所有跟营建署争取到了2600万 做一个东华大学复兴国小延伸到花莲高宫 这三个学校的人行步道的改善工程 那里面各个学校的一个细部问题 那进行来今天来进行跟科长来做一个讨论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北新路到东新路的道路整个改善 那是由县政府提的 那也建议市工所能够纳入自己的一个规划 因为北新路到东新路它是属于一个重车行经的必经之路 那它的频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它可能道路损坏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它当然它的建设的时候的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好 质量非常的高 那才不会日后很快的像中央路一样 它建设完了可能半年就产生了许多的问题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工所相关科室主管都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工所管辖及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借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